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河岸邊 阿丹同事推薦他吃這間牛排 所以我們就來吃 那他之前就在Morban Skydeck的旁邊 對那要吃這間的話要先訂位 不然的話容易沒有位置 我們等一下會不會看的菜單之後就退縮了 沒有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菜單 他主要就是牛排然後沙發 還有羊肉還有三文魚跟脂肉 然後他還有煮的一個甜點 那他跟我們也推薦這種 一百五十天熟成的這種 服務飼養的牛肉 對 他這邊其實也是服務飼養的牛 一百五十天 那他這個就是有分 Rave Eye 菲利 樂眼 然後紐約客 那分不同的客室 對 還有和牛 對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沙拉 然後跟一個熟成的牛排 然後是他推薦的 沙拉是我們餐隔壁的 看起來很好吃 我們別的 對 然後他是有附這個薯條 我們點了這個大概是五百克 然後他說我們感覺可以有分食 應該差不多剛剛好 最近我感覺氣氛蠻不錯的 是一個蠻美式的牛排館 蠻適合就是 可以來這個South Bank這一區呢 就是散步啊 或者是去Sky Deck那邊 看一下風景 看了風景之後 然後來這邊吃個牛排這樣子 不管是我們也會 慶生啊之類的 慶祝那時候來的 你看這個 牛肉廚一點很漂亮 我們今天沒點瑞了 嗯 中間那裡其實 然後加這個醬意外的好吃耶 這醬好搭所有東西喔 對啊 有蘑菇醬 沾肉也是很好吃 對 沾薯條也可以 對 好好吃 早安 那我們來到墨爾本這邊最著名的咖啡街 他這邊一整條都在賣咖啡 然後咖啡街的中間呢 就讓大家喝咖啡的一個座位去 對 很酷耶 然後其實我們昨天在逛街的時候已經有經過了 只是昨天沒有那麼多發現的 對耶 昨天沒有仔細看這裡有一趟咖啡街 好 那我們現在在莫爾普咖啡街這邊 我們找了一家看起來真的很多的店 所以他整個人都很多 那裡面也做滿了 外面也做滿了 然後我們就來這邊點咖啡 聯盟這一間 那在莫爾本有一個世界咖啡之都的名稱 那為什麼這麼有名呢 是因為在二戰期間呢 義大利跟希臘的難民他們來到莫爾本 然後他們從他們家鄉 把他們的咖啡文化帶到莫爾本來 所以這一座城市它就有各個國家的頂級的咖啡種植 然後我又點了他們這邊的Black White 還沒拍照 醒來了 太好了 在今天中午我們來吃這個麻辣燙 然後我們之前在雪梨的時候就有看到這個麻辣燙 覺得很酷 所以我們想說 來這邊吃吃看 在雪梨的時候我們就看到好多間麻辣燙 對 一條路上就可以開非常多間 然後我們就一直想吃吃看 它這麻辣燙它就是 它都會有不同的湯底 然後就自己去選 選什麼菜你要吃的 一條路上它就都開了好多間麻辣燙 而且它是用秤重的 對 然後它在這邊就是先拿一個鍋 有點像在台灣吃蘿蔔那種 這樣子跳 然後就秤重量 看你要吃什麼就夾什麼 然後秤重量 它是100克4.2吧 然後那邊就有很多菜 它該不會連這個鍋子一起秤重 它這個鍋子很重 先滿像去那個火鍋店吃東西一樣 紅燙 好 滿像去火鍋店吃東西一樣 就是這樣拌 哇 我們很滿耶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樣多少錢 麻辣燙 31塊 我們點的麻辣燙 我們點的一鍋是30幾塊錢 不錯耶 滿濃郁的 在冷冷的天氣喝到湯 我就是 加湯 它的湯好確實 滿喜歡的 我還要加這個 就是看這裡要吃什麼 要加什麼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出國很開心 我吃一下這個感覺不錯 因為我們平常要吃到的菜 總類很少 然後選這個的話 就可以選很多種的菜 對啊 而且它的湯好 現在覺得香蝦了 對 現在都已經覺得香蝦了 吃到好滿天會覺得香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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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它真的怎麼包裝 沒有包裝 就放在裡面 對 它這個就是包裝 它最近我在網路上看到 大家都推薦 大家都給它一個稱號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可送店 我來試試看看到有多好吃 我們剛才到的時候 已經有一種口味賣完了 它上面放了很多的杏仁 對 杏仁片 嗯 那看起來就很好吃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拿到最後一個巧克力口味 它拿給我們的時候 還跟我們說 我們這是最後一個 對 最後一個巧克力的口味 剛剛我看到坐在那邊的人 在吃的時候 看起來是很好吃的樣子 嗯 很酥脆耶 而且它可送的這個 一層一層的 咬起來很鮮明 它這個7.9塊錢 原味的是7.1 這個非常酥耶 好吃 好 而且它巧克力也是 融化在裡面的 它不是一咬裡面 巧克力是一咬裡面的 買了一杯7.9的拿鐵來喝喝看 對 世界咖啡師都的7.9拿鐵 有茶嗎 哈哈 哈哈哈哈 跟今天早上的有差啦 我覺得最好喝的還是 昨天早上的那一間 那一間 那一間 那一間最好喝 明天再去是那邊 這有差 有差 但是 跟台灣也有差 對 哈哈 哈哈 我們剛剛搭到後面這個訂定車 真的好方便喔 而且它在市區看這個Zone 都不用錢耶 在它車子裡面它就有畫個 畫圖顯示說你在哪裡去 對 對 因為大部分的Zone都是在觀光景 所以很 在這一區 在旅遊的話 就搭這個車就好看 對 而且它這月台座好漂亮喔 就是剛剛好 你一離開你的車子 貼著的就是地面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前面這個地方 這裡才是Central Station 那這次Central Station呢 它以前是製造彈藥工廠 所以還是可以看到 它以前留下來的這個紅磚樓 在那邊 對 然後呢在後面 在你後面這個呢 是全世界最大的鐘錶 聽說有兩千公斤重 好酷的 漂亮啦 那今天下午我們來河堤這邊 對 騎車 體驗一下墨爾本這裡的河堤 對 很多人都在河堤這邊運動 然後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公路車在這邊騎 然後還有跑團啊 還有運動團啊 還有龍舟 也在這邊練習 然後現在已經6點了 然後天氣還這麼亮 所以你看這裡有一個標示啊 它就有寫今天有多少人騎車 然後一有人過去 他就再Cent一次 再算一次 很有趣耶 呵呵 覺得怎麼會排這麼長 怎麼會吃那個希臘捲餅 對 有別的啦 你看別人是點別的啦 對啊 你再點捲 要不然我們去點晚餐 可以啊 你有別的你看那個 那很多別的 好像很多好吃的 嗯 我們今天晚餐呢 是來吃這間 希臘餐 那它主要的應該就是賣那種捲餅 它就是那種捲餅 然後裡面有包肉的那種 去看看外帶要不要拍 好走 好 還超多人 還是take away的人這些對不對 OK啊 我覺得 我們也就要吃這些 所以看起來就是 它外帶呢 就是吃這些 雞肉 mix跟lamb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 還有蔬菜的 嗯 好 那我們就點一個這個 那它內用的話 就是除了這個配置之外 它還有非常多不同的 希臘餐的配置 內用感覺也不錯 哇 而且它裡面環境也很漂亮 你看 用那個石頭做造型 我們現在把東西 帶到河邊來吃 看著第一排的夜景 墨爾本這邊啊 它的合體 這邊就是South Bank 哇 這邊的夜景就很漂亮 然後還有剛才的車展 那邊 晚上也是會打燈 這邊就是很多飯店啊 金融大樓 這種 我要來開這個重點的東西囉 這麼大一個 然後我們點的這個是mix 它就是有雞肉跟羊肉兩種 它沒有牛肉的選項 對 它沒有牛肉的選項 其實是內用也沒有 對 它咬一口就有羊肉的味道 可是它不是那種腥味 它是不錯 很好吃 可是它醬好像比較少一點 然後它這個餅皮比較厚 它給肉的份量很多耶 裡面滿滿很多的肉 而且都滿厚的 它下面的醬比較多 我剛剛吃第一口的時候沒有 我剛才咬了一口 哇那個肉滿滿扎實的 我現在滿覺得有肉 好好吃喔 其實是羊肉感 可能下面是雞肉吧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要來喝咖啡啦 然後這一間呢是在這邊很有名的 看得出來很有名吧 後面很多人 對 不用找在哪裡 看到人在哪裡 那今天是我們在墨爾本的最後一天 我們就在想說 那最後一天我們想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決定 來這裡喝咖啡 再喝一杯咖啡 對 這裡的咖啡真的很好喝 對 然後再去一個維多利亞女王市場 然後這家咖啡店叫做 Patricia 然後它在它的外觀是看不到它的招牌的 但是你看到人群就知道要排隊了 謝謝 買了咖啡 對 這是最多的咖啡嗎 嗯 可能是白咖啡 對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咖啡 其實它排隊人很多 可是它做了蠻快的 然後 然後我覺得它這裡就算排隊人很舒服 它服態就很舒服 還是很好耶 但是我們問它有什麼推薦 因為它都會解釋得非常非常帥 好 那我們現在來這邊吃點東西 我們可以先回到我們住的地方去拿行李 然後今天晚上要到機場去 然後要坐晚上的飛機到塔斯瑪里亞那邊去 我們第一天的時候不是在聊說 對墨爾本的第一印象有什麼 我們今天是在墨爾本的第四天 那妳對墨爾本的印象有跟我們第一天來的時候有不一樣嗎 沒有 因為我們第一天來的時候是禮拜六天晚上 然後剛好大家都出來外面發屁啊 然後推著行李我就覺得非常的急 然後我們就想說 怎麼那麼多人 我跟我說我們都帶過街上的狀況 因為那時候已經十一二點了 後來禮拜天啊禮拜一旦啊 就覺得還好啊 沒有到那麼多人那麼擁擠的感覺 就真的是還蠻適合附屬的一個層次 然後上次我們這邊也有去河冰哥人騎腳踏車啊 就是生活節奏啊什麼的都很棒 我也覺得而且墨爾本真的是一個很多很多好吃的地方 然後市場裡面賣了一些生鮮啊水果啊 而且都很多也蠻便宜的 然後它的重要是它的交通 因為它在市區這個Zone的交通是不用錢的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真的算是一個蠻適合居住的城市 對 而且它這邊的咖啡就真的是很棒 好那我們墨爾本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去卡斯瑪尼亞 希望我們今天記得按照片的影片 還有下一個小鈴鐺 拜拜 不記得我了 好嗎 阿尼 好嗎 好嗎 那等一下 不燙